虽然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边界地带一触即发 但这并不表示俄军在其他战场就保持守势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在过去的30天里 俄罗斯空天军对叙利亚的叛乱组织进行了多达380次空袭 大批圣战者及其装备被歼灭 叙利亚人权观察者往3月31号发布的信息说 俄军的空袭主要针对的是哈马 阿勒坡 拉卡组成的三角地带 人权观察站的报告显示 仅机构记录的就有57名ISIS死亡成员 另外25名武装分子受伤 对方的实际损失要远大于这些数字 所有的伤亡都是由俄罗斯对叙利亚沙漠中的阵地 进行的380多次空袭造成的 俄空天军消息人士后来证实 在此期间 俄罗斯战斗机确实进行了380次空袭 驻叙利亚的俄罗斯军队 平均每天对叛乱分子进行12次以上的攻击 到目前为止 俄军的空袭仍在积蓄 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 仅在3月31号 俄罗斯战斗机对哈马 阿勒坡 拉卡三角地区的反派势力巢穴 进行了至少15次空袭 俄罗斯的空袭旨在为叙利亚政府军和盟友扫清进攻障碍 因为在此之前 正战者ISIS和其他反派武装 还对政府军进行了一系列袭击 炸伤了数十人 叙利亚俄罗斯和解中心副主任 亚里山大卡波夫海军少将说 贾巴特努斯拉集团屡次违反伊德利部的停火协议 导致该地区的冲突持续升级 俄军的作战模式延续了之前的经验 首先由侦察部队和线人提供情报 再由无人机和卫星确定目标 然后俄军就派遣轰炸机前往轰炸 最后由无人机进行损伤评估 由于新型猎户座无人机的加入 俄军的侦察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 猎户座无人机也能使用导弹攻击小型目标 或者在轰炸完成后进行补枪 猎户座无人机的完善 指得俄军原先的短板被补齐 大大提高了叙利亚俄空天军的作战效率 此外 对一些时间敏感类目标 俄军会动用伊斯坎德尔导弹迅速进行攻击 汉军的大量石油设施和运油车辆都被俄军的导弹所击毁 俄空天军在新闻稿中表示 在大多数空袭中 俄罗斯战机都使用了KAB-500SE卫星制导炸弹 该炸弹携带有格罗罗斯卫星定位的制导弹头 可实现投掷后不管 可以在全天候和所有气象条线下 以极高的精度摧毁目标 而在此前使用的激光制导炸弹 会由于沙漠地区频繁的沙尘暴而导致精度下降 该炸弹重量高达500公斤 可以一发摧毁移动大型建筑物 据俄罗斯民众的目击 目前俄罗斯已经开始大批向乌克兰边境和克里米亚集结 多列装载坦克 装甲车 火炮的军列都在开往前线 很显然俄军不惧两线开战 也没有放弃叙利亚的既定作战计划 继续向叛军施压 毕竟春季是用兵的好时机 沙漠进入夏季后作战行动会更加困难 显然无论是面对叙利亚叛军还是乌克兰或者北约 在俄军眼里可没有后退两个字 在4月4号的时候 一艘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以及三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 组成联合舰队 于当天穿过宫古海峡 并且进入到菲律宾海海域 而在前一天 日本海上自卫队确认包括中国航母辽宁号在内的六艘军舰组成编队 穿过宫古海峡 进入太平洋进行海上训练 其中05型驱逐舰首次加入辽宁舰编队中为航母护航 在4月5号的时候 河海军发言人确认 辽宁舰编队正在台海附近进行训练 这也是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 不过在美国与日本看来 在如今亚太局势升温的大环境下 解放军此次出动辽宁号航母编队 显然是释放了不同寻常的信号 因此 美日舰队在辽宁舰编队 穿过宫古海峡后一天便出动 必然与辽宁号航母有所联系 而外媒也直言不讳地表示 此次美国海军与日本驱逐舰进入菲律宾海 就是为了追踪监视 在前一天抵达附近海域的辽宁号航母战斗群 此次05型驱逐舰陪同辽宁号航母出海 必然会进行新战术的演练 此次美日行动也是为了当间谍来偷窥我军的航母演习 对此 我们有必要提高警惕 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是有劣迹的 在2013年12月5号的时候 当时我国的辽宁号航母携中舰在南海海域进行海上演习 结果一艘美军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悄悄接近辽宁舰编队外围 试图偷窥我军的航母演练 而在被我军发现后 我军立即出动两艘军舰对美舰进行驱离警告 但美军的军舰并没有听从警告而离开 随后 我军一艘军舰突然插入美军舰的航路上 两舰相距不足百米 美军舰赶紧转弯避险 并在中美舰长的无限点沟通后离开了 此事的发生一度引起中美两国的外交纠纷 同时也成为在2001年南海撞击事件后 第二起由美国官方正式公开的中美军事摩擦事件 可见美国人对此怨念极大 但毕竟在道义上 美国是吃亏的 而我方也是距离力争 最终让美国同意签署 中美两军在空中 海上与网络的行为准则 如今美国人是否会撕毁当初的规定 再次接近我军的军演区域 从当前的态势来看并非不可能 中国海军力量不断壮大 已经成为让美国寝食难安的存在 而此次辽宁舰编队前往的是远洋 并且这次还有多艘日本军舰相助 这也给了美国人再次前来窥探的勇气 不过美日联合舰队的四艘军舰在实力上 还是差辽宁舰编队一大截 要是万一真的发生冲突 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他们 当然 如果美日舰队远道而来 当我军航母编队的陪练 我们也乐意接受 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海军在我国周边海域的举动越来越频繁 一直在做出各种挑衅的行动 并展示军事力量的存在 对此 我国也在不断地侵视美国海军的一举一动 并且予以警告驱离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近日 美国海军再次做出了一个危险举动 据媒体报道 隶属于美国海军的一架一匹三亿认诈机 在本月7日凌晨30左右飞过巴士海峡之后 抵达我国沿海 进行了时长约为两个小时左右的侦察 不得不说美国海军在这个敏感时刻 做出这些行动可以说是大有深意 众所周知 刚过去的4月1日 是中美撞击事件20周年的纪念日 在2001年4月1日的时候 美国海军派出一架一匹三侦察机 在我国周边海域进行侦察 我国海军航空兵立即派出两架战斗机 前往空中对美国海军一匹三侦察机 进行拦截和监视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美国海军战杀机居然丧心病狂地 故意撞向我国海军航空兵派出的战斗机 在这次撞击事件中 我国海空卫士王伟重力牺牲 不得不说美国海军的这一举动 的确非常过分 然而在20年后的今天 中国解放军的实力有了巨大的提升 面对美国海军的侵扰 我国海军给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 在美国海军一匹三亿战杀机 来到我国周边海域进行侦察的时候 我军分别派出了三批战斗机进行拦截 我军的这一举动非常有效地 打压了美国海军的企业 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 已经近飞昔比了 最为重要的是 8192撞击事件将永远不会重演 近日有消息称 中国海军辽宁号航空母舰 和他的带刀士尾055型万吨大区 进行例行性训练 最为重要的是 我国明确指出 我国海军的演习地点是海峡周边 那么美国海军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派出侦察机来到我国周边进行侦察呢 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给出了分析 眼下 我国周边海域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一些地区在美国的挑唆下 开始变得有些蠢蠢欲动 然而面对这些地区 我国最直接的做法就是 在其周围进行演习 眼下 我国海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演习 能够很好地打压他们的企业 但是 美国海军在这个时候就坐不住了 因此他们才会在这个时候 展示军事力量的存在 然而 他们的这些举动并不会让我国感到畏惧 不仅如此 我们还给予他们最有力的回击 所以说 美国海军的做法在我国人的眼中 就像跳梁小丑在表演 不得不说 美国海军这种做法确实十分危险 不仅不利于我国周边海域局势的缓和 反而还会加剧这一紧张态势 如果美国海军继续做出出格举动的话 很可能就会出现误判的风险 即使美国就是后悔 也已经为时已晚了 据美国媒体报道 推议美军中将托马斯·斯布尔近日表示 美国位于第一岛链的盟友 都不愿意美国栽情部署 美国陆军或其他军种的远程打击导弹 在美国为了遏制中俄而提出中俄战略时 计划在2023年完成多款陆基中程导弹 并投入使用 这些导弹初步计划会被安置在 距离中国和俄罗斯不远的地区 若是在欧洲 美国有大批的盟友 可以部署这些导弹 但是放在亚洲 美国就发现 根本没有可以适合部署中程导弹的基地 托马斯·斯布尔还表示称 美军虽然发展了多种陆基中程导弹 但是仅有远程高超音速武器 可以冲第二岛链直接攻击中国 但代价是高昂的费用 但是如果采用造价较低的陆基中程弹道导弹 或巡航导弹 则需要部署在第一岛链 才能攻击到中国 这也是目前美国焦虑的地方 处在第一岛链的日本韩国 菲律宾纷纷拒绝 都不愿意在本国部署 直接攻击中国的军事武器 更不愿意得罪中国 这些位于第一岛链的国家都认为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应该维护好与中国的关系 而不能过早的与中国撕破脸皮 这样对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战略都非常不利 相比于陆基中程弹道导弹这样的攻击性武器 第一岛链的国家更愿意部署 例如萨德这样的防御性武器 他们认为这样既不会得罪美国 也不会惹闹中国 陆基中程弹道导弹还是防御性武器 都会影响中国的利益 所以韩国民众对部署萨德进行抗议 因为此举令韩国流失了大量继续中国的利益链接 日本的态度和韩国相比就要恶劣得多 在美日二加二会谈上 日方表示如果台海战士威胁到了钓鱼岛 日方将连同美国对中国举行军事制裁 有美国这个老大在背后撑腰 日本说话都要用起许多 而菲律宾则和日本的态度竟然相反 非方一口否决 美军在其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弹道导弹 不过最近菲律宾在购买印度制造的 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 至于非方自己心里是如何计划的 我们也不得而知 这些低岛链的国家都有着自己的顾虑 毕竟这一举动就直接表示 自身站在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对立面 这些国家一方面怕影响自身经济利益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担心和中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 不论是哪一点 对于这几个国家来说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故事 很显然随着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扩大 美国如今的地位已经日渐下降 早已不是从天哪个呼风唤雨的美国了 并且随着一些抗议美国的声音出现 后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声音 不服从美国制裁 所谓强倒众人推 美国多年来的霸权终于迎来衰败的结局 不过美国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投降 红军不怕远征南 万水千山之等闲 不论美国还有怎样的阴谋轨迹来针对中国 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是不可阻挡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